去吧 請你跟我講過健康大會考 把錯誤的飲食揪出來 漂亮啦 你要知道 如果我們飲食吃的對 如果吃得不對 可能就掛急診 那麼嚴重 這麼嚴重 很多人不懂 就是說有吃有飽就可以了 但是正確的飲食 那才是真正要宣導的 對啊 又可以吃得健康 又吃得一樣 好啦 今天邀請到我們幾位呢 三位的媽咪 那不曉得她們平常吃的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好好來考一下她們 好 菁老師 黃石蕙 有機美文向學問 來幫大家吃得正確 吃飯甜湯讓你餵食道逆流 兩個小孩完全都不一樣 一個喜歡喝湯 那時不時還給我泡飯 一個是他不喜歡喝湯 而且他喜歡配開水吃飯 現在的人很有一個 流行一個疾病 在餵食道逆流 不要湯跟飯拌在一起吃 因為你當把固體跟液體 擺在一起的時候 你在胃裡面它就會膨脹 體肌會膨脹 都是因為你長期 存在一個高壓狀態之下 那你當你胃膨脹起來 胃是壓力是往上級的 吃東西不是說吃得對就好了 還有順序也很重要 順序不對 那也許就不一樣了 像什麼吃飯喝湯那一類的是不是 對啦 來 現在我們就好好來看一下 我們在螢幕上 第一個問題就來了 好 現場 這個三位來賓的面前 有包括湯 水果跟飯 吃的順序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呢 對 好啦 請三位媽媽們 依序從右至左放第一 第二 第三順位 你看大家講的都自認為說 當然是對的 有沒有 可是順序就都不一樣了 對 你看你的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湯先 對 再來白飯 對 再來水果 多年來奉行這樣的主意 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我老公胃口常常很好 他會吃很多飯 所以我讓他先把湯喝飽了 他就不會吃太多飯 然後再吃 然後再吃水果幫助消化 這個聽起來是很多的邏輯是這樣的 蠻有道理的 所以我小孩也跟著這樣子吃 請問你老公的身材是 很棒吧 有一點點中廣 中廣 小孩子又一高一低 對 不過很多人一般都是先吃飯啦 對不對 感覺上喔對不對 像蘇佩跟Carol嗎 一定的啊 蘇佩你的是 我們家一定是飯先出啦 然後湯再喝啦 水果不一定有啦 不一定有啦 這麼省啊 水果是依照你那一天勤不勤勞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如果平常弄 我們家很少去買水果的 我媽媽也不吃水果的 要這樣子才能夠變成 東方美人就對了 當然不是 我是很愛喝湯湯水水的 可是只要那個 我媽媽在家裡她弄 她其實基本上 真的沒有水果這東西 真的啊 對 她連蔬菜都有點少 那維他命C不夠啊 對啊 對 黃養師 能幫我們做個正確解答 三位到底哪一位是對 還是說錯 我的是對的對不對 一二三是怎樣 剛才她講的 因為先生有點中廣 所以她為了不要讓她繼續中廣 所以她就叫她先喝湯 其實這是對的 不管她是小孩大人 如果她對方體重是過重的 那通常我們就不希望 她吃進去太多熱量 所以我們會建議她先喝湯 就是在飯前 大概30分鐘先喝一碗湯 那這個湯當然就是比較輕的湯 那因為她已經 胃部已經一半 有點飽足了 對 已經有體積了 那你在飯的話跟後面的肉 她就比較容易控制不會吃很多 那可是對學童來講 因為她在長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給她的湯 就不要那麼多 其實一開始先讓她喝那個湯的目的是 要讓她開始胃 讓她有食慾 算暖 暖雞的意思 暖一下 讓你就是想吃東西 然後再進去後面的 飯啊 魚啊 肉啊 菜啊 那至於那個蘇沛媽媽 她剛才講說 她們家沒有水果 那就真的很不好 因為她沒有維他命C的來源 另外不要湯跟飯拌在一起吃 因為你當把固體跟液體 擺在一起的時候 在胃裡面它就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最直接影響就是 很容易要嗆聲 現在的人很有一個 流行一個疾病叫胃食道 對 那其實這個都是因為 你長期在 處在一個高壓狀態之下 那你當你胃膨脹起來 是胃是壓力是往上擠的 所以你就會 食胃會 本來是有一個食道是 關起來的 對 它有一個噴門嘛 對 那你腹部壓力很大的時候 就往上擠啊 你就胃酸會衝上來 你就會 我超愛這樣子泡飯 我也是 我們家有一個女兒也超喜歡 那個湯就要泡飯 我想兩個小孩完全都不一樣 一個喜歡喝湯 那時不時還給我泡飯 一個是她不喜歡喝湯 而且她喜歡 配開水吃飯 我們就覺得 白開水不好啊 白開水可以這樣子配著喝嗎 一樣啊 她的做法 就跟我們剛才講 你把湯倒到飯裡面去 一樣的 你進到胃裡面 它就是固體跟液體 混合在一起 體積就會膨脹 可是你建議這樣 淑慧老師 那這個我就有點納悶囉 你說先喝湯對不對 湯喝下去 通常在胃裡面 會待一陣子嘛 對啊 所以我們才會說 大概三個鐘頭嘛 不是 三十分鐘前喝湯 對不起 我那邊比較慢 不好意思 你吃飯吃很久耶 你老化了是不是 我一直聽人家講說 吃下去 胃部會慢慢消化 三個鐘頭 我們就大概 在三十分鐘前 你喝湯 然後緩一下之後 你才開始吃飯 喝湯跟吃飯 還要距離這麼久啊 對啊 忙碌的現代人 怎麼吵不吵呢 對啊 所以如果 盡量是不是 對 針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我們會建議 就是你不要把湯跟飯 拌在一起 你同時間喝的沒有關係 你不要把飯跟湯 拌在 碗公裡這回家 湯包飯那一類的 你不要這樣吃 而且容易呼嚕呼嚕 飯也不咬 就是要吞下去 其實這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小孩子會 容易發胖 因為你不咬 所以你根本沒有飽足感 對啊 我其實是因為不咬 而不是因為那個 主角 因為你很容易吞下去啊 所以你很容易就沒有 飽足感 你吃的東西會比 平常你如果好好去咬 的分量要大很多 一般而言 我們還是要看就是說 不同人有不同的期間 我們說的一方水土 養一方人 在西方 他們其實會習慣先喝湯 但在東方的養生 會不建議先喝湯 其實他還是有一些邏輯在的 因為你喝湯下去 你會吸止你的胃液 比如說像你 像我們剛剛說的一樣 是他不建議 你去小孩子的飯 泡在湯裡面 因為你沒有經過攪決 你的澱粉 其實是要 以我們的口水的澱粉煤 它才會能夠消化的 所以這樣對小孩子的消化 也是不是很好的 應該是重點是 你今天是什麼樣的體質 你就要去選擇 你合適的方式 但你覺得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 你胃食道逆流 你就不太適合吃西飯 你不太適合說 要以乾飯為主 而是要選擇 對你的體質是合適的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水果 其實水果是會建議在 你是飯與飯的中間的時候吃 而且不能夠空腹吃水果 因為大多數的水果 在腥味上面 都是屬於比較 偏涼或偏寒的 除了少數幾個水果 它是屬於帶有溫性的 香蕉算不算 香蕉還是算偏涼的 還是涼 只有像櫻桃啦 葡萄啦 它是比較偏補的 那像如果你空腹吃水果 像現在我們不是流行 生精飲食嗎 當然我們說皮喜溫而物寒 就是你的皮胃 其實是需要有熱度的東西 只要是低於你的 體內的體溫的 那麼你就是需要 你自己的熱度去溫暖它 對不對 相當於是不是就是 熱量就會耗上了 對 對於我們的腸胃 就不是好的 剛剛說呢 這個飯吃完 不要馬上吃水果 請問大概要隔多久的時間 我建議隔30分鐘到一個小時 對 會比較好 對 向老師 那有沒有這個秋冬 因為秋冬反而天氣又更涼了 對不對 適合小孩甚至大人也OK啊 可以喝的一些湯 或是當季食材 是 其實現在最當季 就是蓮藕 那我今天就有燉好 就是蓮藕跟這個牛棒 那我可以已經分好了 可以來試喝一下 有蓮藕牛棒啊 對 牛棒然後蓮藕 那它基本上它對我們的肺啊 上呼吸器官都有很好的保養 然後 我最喜歡喝蓮藕 我是用雞的高湯底的 哇 所以大家都可以 哇 好喝喔 燉得好濃喔 然後這裡面就有放薑 好香耶 哇 太好喝了 哇 早上我剛剛就不要吃晚餐了 不是 以後喝不到了怎麼辦 嗯 可以再來一碗嗎 好香喔 今天還有 不是 向老師 來一碗白飯 我們說實在的喔 因為煮好到開路 這個時間冷了 對 但是還是好好喝 那麼好喝 很甜耶 怎麼煮的啊 加些什麼 實際上這個蓮藕 買回來的時候是一整條 還有泥的那一種 不是那個白白的 不要買那種白白漂白鍋的 然後 天天天天啊 對 對 那這個蓮藕呢 它又有很好的鈣質跟蛋白質 實際上對成長是很好的 對 然後牛磅呢 它實際上它對我們的身體也很好 像說我們如果擔心我們的腹部啊 或者是我們的哪裡有一些狀況 或者甚至剛剛提到便秘對不對 然後這個牛磅的這個可溶性纖維 都是非常好的 牛磅的清腸效果 非常好 清腸效果 然後這個喝了還可以長高 我聽人家講說啊 如果你那個排片排不順對不對 牛磅 當然你要洗乾淨啦 油漬最好 你把它榨汁 不要加水喔 果汁分離那個 榨汁出來喝那個汁 好喝完之後 馬上向廁所報到 真的嗎 不要榨汁 就是一般來講 把精力湯的時候 就丟一截牛磅進去 那個效果就很強 就很強了對不對 一截就可以了 很恐怖喔 像在我們家 是基本上那個牛磅 你可以把它洗乾淨之後 不用削皮 你就洗乾淨之後 把它切成一小塊小塊 然後拿去煮來當水喝 因為牛磅 它本身就有甘甜的味道 我們說只要有吃起來是乾的 它就會有一點補的效果 它就補皮味 所以基本上牛磅也可以解毒 牛磅吃了對我們 不管是女生或是小孩都有很好 因為它除了鈣跟維他命C 還有礦物質 甚至很多的膳食纖維 它通通都很豐富 但是我們都很擔心 小孩子吃多了 譬如說他會長得特別早或什麼的 牛磅小孩可以多吃喔 可以 其實因為它是植物的 而且它是所謂的這種類荷爾蒙 所以是非常好的 是OK 安全的 好 不是添加的 了解了 你看從一個順序 我們衍生出這麼多的學問 對啊 而且這湯好棒喔 好來 馬上出第二題 第二道題目是 起床吃早餐 現場有牛奶 水跟麵包 請問吃的順序要怎麼樣 才是正確的呢 牛奶 水 麵包 三樣都是我們最家常的 對啊 一點都不難喔 來三位請擺出您的順序來 一早起床要怎麼吃啊 對 牛奶很多人說補鈣 小孩一定要喝一下 對啊 麵包餐點有飽足感 水呢它會竖個口 或幾個殼 對 對不對 好啦 這樣是怎樣 同時啊 同時 一口牛奶 一口麵包 一口牛奶一口麵包啊 對 它不會只有吃完麵包才喝牛奶 也不會喝完牛奶才吃麵包啊 可是要先喝水就對了啦 妳的順序是 我是先喝水 他們一早起床 通常早上起床 我會讓他們先喝一杯溫開水 超棒 喝完以後吃完早餐 立刻就嗯了 早上起床喝一杯溫開水 之前妳記不記得 我們那次生意的 廢翔 那時候他就有講說 他就是用這個方法在養成 早上就會被溫開水 對啊 你看 我是對的對不對 我不知道 妳不能因為看廢翔很帥 妳就說妳對 對不對 待會兒解答好不好 好 來 我這個是以我們家寶貝 他的作息的方式來 早上起來他都要先喝奶奶 先來 我會弄成溫的給他喝 溫的 對 然後有時候會加一點料啦 什麼阿華婷之類的 OK 再來就給他吃麵包 對 然後最後呢 因為他很懶你知道 刷牙每次都要冰了半天 所以再怎麼樣 都要給他喝一點水 我們家的話 水我不一定會給他喝 因為我怕他說喝下去 他就不吃早餐了 所以他會先吃麵包 可是妳不會覺得 有時候早上起來 嘴巴會有一個口臭的味道 給他喝個涼口水 味道就消失了 刷牙 刷牙呀 這叫刷牙 誰要刷牙呀 對啊 刷牙 就起來先刷牙嘛 然後水我不一定會給他 給他喝 對 可是他就刷完牙之後 他就會吃完麵包 然後才喝牛奶 他真的是吃完麵包才喝牛奶 不是一口麵包 他不是一口麵包一口牛奶 真的啊 像我個人習慣 我也一定會邊吃邊喝 我不知道 我們家是這樣子啊 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這三種方法 到底哪一個是正確的呢 來 黃老師 牛奶不是成長唯一特效藥 補充鈣質方法很多元 我們來看一下牛奶的杏味 你看 它的杏味是肝微寒 它不是平性的 是偏良性的 高鈣的東西不是只有在那個 譬如說我們說的黑芝麻 它是非常高鈣的 譬如說我們做的豆腐 豆類的籽體 它也可以補充鈣質啊 不見得是你只能選擇 比較平性的東西 補充 你可以選擇平性